也是争议连连的是 波波医生的争议不断延烧 不但有医疗团体批评 波波医师是为了权贵大开后门 更让总统赖清德亲自市警卫福部 要加延国外学历的审查 更承诺不会提高国外牙医系 毕业生回台实习的名额 但这风波还没有平息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又提案 要修里岛建设条例 要聘用外国医事人员 还不需受医疗法的规定 也让民进党立委吴思瑶 以及沈博洋与陈玉珍 在立院春枪舍战 你在记者前面 你去过几次金门 你听过金门的灵异吗 我们来主调讨论吗 民想立委吴思瑶 沈博洋两人大战陈玉珍 我一个队两个没有关系 要不要漏跑 让我漏跑 不断要辩论的 就是陈玉珍提案修正的 里岛建设条例 打算增订设置 里岛国际医疗特区 自由贸易师班区 就遭质疑是否让台湾门户打开 成为一国两制的示范区 说是要成立一个 自由贸易示范区 但他不折不扣 就落入了中国统战的圈套 用引清兵入关的吴三贵来比喻 因为绿营担心 这次修法未来引入中国厂商 劳工医师将不受采购 劳动医师法规限制 变成一国两制 说是倾听民意 要开放外国医生到里岛 不过前阵子才有医师 动手数量患者死亡 事后被起底 是外国学历的波波医师 掀起争议 医团还指控波波医师 是为权贵大开后门 让总统赖清德下令 加延国外学历审查 能够通过相关审核的 医事人员 我们都认为是我们值得 信任的专业医事人员 波波医师十年后 风波再起 为福部赶紧澄清 重申对国外学历严格把关 乌鸦医的乡镇 也将优先以本国学历毕业生 充实偏向人力 止住外界疑虑 谢谢苏静哲班 网王家台报道